說到住鬼屋 你會感覺心裡面有點怕怕的 但是說到住在墳墓裡面 你在晚上夜黑風高之時 你敢去住嗎 有一群人他們真的敢 而且一住住多久 住了15年 那住在墳墓區裡面 感覺是如何呢 這個一住15年 以墳墓為家的老兄 叫做斯托亞諾維奇 他是在歐洲的這個 塞爾維亞這個地方 你看到這個畫面上觸控 你光是我跟你講 我不告訴你這是個人 你還以為發生靈異事件 他住在這個公墓區墓園裡面 他底下是大概兩平方公尺 深大概是一公尺 可是你想想看他住在裡面 已經跟其他的一些夥伴們 夜總會 都是他的鄰居 都住在一起了 而且都在地下 我跟你講人家去問他 他說 這有什麼好怕的 死人又不可怕 與死人相比 我更害怕飢餓 他在這邊27歲就住進來 本來他跟他的爸爸嚴重個性不合 他就想拜出去住 後來他爸爸住了這個 他跟他爸爸賴以為生的住了家裡 這個房子一把火被燒掉了之後 他就幾乎無家可歸了 無家可歸後來他找到了一個地方 進來是這個夜總會 墳墓的墓園裡面下面的一個墓穴 他把這個墓穴 他發現裡面也沒有其他的遺骨骨骸 但是他據說他住進去之前 這個地方上一個房客 是已經掛了一百多年的一個鄰居 但是已經現在遺骨不在裡面了 所以他就想說沒關係嘛 這裡比睡大街還舒服 他就睡在裡面去 那後來 他就搬進去了 當地塞爾維亞政府 在他搬進去之後 曾經也想安排他的工作 說你到別的地方去住 就不要住在裡面嘛 這樣很奇怪啊 他說不要 他永遠住在這邊 他說比較麻煩的是 晚上他要出來要幹嘛的時候 要去吃東西 或找東西吃 或者去找地方上廁所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要捏手捏腳地爬出來 先看看旁邊 不是怕鬼喔 他是要看旁邊 有沒有晚上到那邊去六搭的人 把人家給嚇到了 原來他是怕他嚇到別人 突然有人從本木裡面鑽出來 我還以為他是害怕有鬼出現 還算有一點良心 他完全不怕嘛 後來他是這樣生活 後來呢 他在這個地方你看 住了15年 他說啊 住在這邊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哪一天我走了之後呢 我就究竟在裡面 死在裡面也沒差了嘛 這是他自己的一個道理 當然你可以說 這是一個個人的怪異行為 但是如果是一群人的話 一群人住在一個公墓堆裡面 那不可能吧 情勢害俗了吧 真的有這件事情 這個是發生在菲律賓馬尼拉 北部的一個諾特公墓 而且這個地方從1884年 開閉為一個公墓墓地以來 已經130年了 這個地方占地135公英畝左右 等於是兩個台北市的 大安森林公園 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很大一片面積耶 可是我跟你講 本來這個地方是開發為上流社會 菲律賓當地的一些 王公貴族有錢人的一個墓墓地 在這個地方甚至曾經安葬過 三任的菲律賓總統 那這個墓地應該還不錯 但是一開始你知道 在這個墓地裡面 自然葬的就是達官顯貴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 經營書寶首飾的陪葬品 那陪葬品在那邊 你為了防止人家到墓 是不是要有一些守墓人 守墓的人在那邊住下來 安盈紮在之後 守墓的人他不可能一輩子單身 他可能會生小孩 或是親戚朋友一起來住 住下來這130年以來 從1884年到今年2014年 你知道嗎 守墓人可能從一個兩個 五個十個十五個二十個 結果呢 現在五萬多個人 五萬多個人住在這裡面 五萬多個人住在這墓墓區裡面 跟這些達官貴族住在一起 所以活人跟死人一起住 活生活死人墓 那這個活人跟死人一起住的地方 經常是昨天 這邊出生了一個新生兒 今天這邊有個人往生了 就直接在這邊地方下障眼 但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上 真的是很諷刺嗎 在這個地方 生老病死全部都在這地方出現了 所以菲律賓就有一個活人跟死人一起住的空間 而在瓜地瑪拉呢 有一個死人專門居住的空間 可是活人要負責把它搬運出來 這個地方是在瓜地瑪拉 而瓜地瑪拉你看到這個觸控是一個 他們俗稱當地墓地的清理人員 墓地清潔隊正在搬出一個小男孩子的棺木 為什麼 這小孩的棺木啊 因為據說他們家屬親人 並沒有把他的這個租金 因為當地的這個租金非常貴 賣得更貴 所以他們只租不賣 說的就這麼樣一小塊空間居然還要租金那麼乾貴 他沒有付租金 所以要把他的棺木清出來 清出來呢 清出來之後 就把它裝在那個塑膠袋裡面 好像裝蔬菜水果一樣 上面標誌標籤 送到了公墓區去把它焚燒 或把它丟棄掉 在這裡面呢 他這個目的是非常的奇怪 所以當地的清潔人員 不斷地要做這個 每天好像支援回收中心 跟解力行性的事情 把這些那個清出來 甚至有些那個 甚至有些遺體性 像乾絲一樣 他直接放到那個桶子上面 直接靠著牆站著 上面就寫此處禁止亂丟垃圾 因為你一乍看會以為是丟垃圾的地方 其實這是一個怪異的墳墓區啊 原來啊 怪異的墳墓區居然還住了這麼多的怪異的人 但是說到墳墓區裡面呢 其實在北京也有一個鬼屋 這個地方已經變成觀光聖地了 你一定知道它是什麼 我們休息一下 來揭秘